民眾騎車半路拋錨只能用牽的,不過要是在隧道裡面 獨自一個人牽著一台機車可是相當危險 日前一名23歲的騎士晚上從基隆上課後返家 車子進入萬里隧道一半的路程 突然發生汽油用完的窘境 而當時被巡邏的交通隊遠景看到 遠景覺得相當危險,主動向前進行協助 民眾騎車半路拋錨只能用牽的到加油站 不過要是在隧道裡面獨自牽著一台機車看起來相當危險 日前一名23歲的騎士晚上從基隆上課後返家 車子進入萬里隧道一半的路程 突然發生汽油用完的窘境 而男子進退不得只好牽著機車快步向前 當時被巡邏的交通隊遠景看到遠景覺得好危險 主動向前進行協助 到現場發現這個男子在隧道內 然後牽著摩托車一步一步走 蠻危險因為隧道內的車速都蠻快的 然後我們到現場瞭解他是 因為在基隆上完課返家途中 汽車沒有汽油 然後我們他說也要去推車到附近的加油站 可是我們金山區這個地方晚上10點 加油站都休息了 然後我們就決定送他到比較遠的地方去加油 然後晚再回來幫他做機車發動 讓他順利可以返家 當時晚上10點多了 而這一名騎士走在隧道內 加上車速都很快顯向還生 而金山警分局交通隊長與遠景知情經過 先將機車拉到旁邊的走道上面 避免被來車撞到 隨後再用巡邏車將男子載到最近4公里遠的加油站加油 他非常高興因為說他這趟路不知道推多 因為外面下著大雨 然後他剛好要趕著回家 家裡還有其他事情 然後他說真的遇到我們算是運氣很好啦 所以剛好警察也願意幫助他 汽油到車子裡面發不動 因為他那個是完全到沒有汽油 然後我們又幫他用 就是把車傾倒讓汽油流入 比較可以滲入那個油箱裡面才順利發動 警方載著男子返回隧道後 將所裝載的汽油倒入機車內 並且一起協助發動機車 一開始還發不動以為是機車壞了 等到汽油能夠順利流入油箱底部 接著重新發動讓男子可以順利騎回家 也讓這一位旅行民眾對於警方的主動幫忙 相當感謝 記得許斷易萬里才有防波道